英國人對於美國的控管比較嚴格 會去嚴格的去控管他們逃漏稅 陪審團這樣子的制度 就作為美國人叛逆的一個象徵 我們主要是參考日本的陪審員的制度這樣子 好 《佛幕國的正義》 自從我們去年10月出版了以後 其實他講出了非常多美國的法律史 那其實還有很多的台灣讀者 就是好奇說那這個關於美國法律史 跟台灣之間究竟有什麼差異呢 那這個差異究竟對我們這種法律 應該說台灣的法律影響就是有多麼的深呢 我們今天非常榮幸的邀請就是本書作者 那個《佛幕的正義》作者江仲淵 以及非常榮幸邀請到台北地獄院高等法官 陳德民法官來跟我們一起做一個法律的QA題 那其實呢在這一次的對談 其實算是一個蠻有趣的一個緣分 因為覺得說這樣的聊天過程 可以大家跟大家更了解說 關於美國跟台灣法律的差異 以及我們現在台灣人究竟 了解這些法律的用處跟重要性在哪裡 那像最近呢其實有很多人好奇說 國民法官法 因為國民法官法其實蠻新的 從112年1月1號開始 就是開始有這樣的制度 那可是就有人說 國民法官法 那不就是跟美國陪審團一模一樣嗎 真的是一樣嗎 那美國陪審團到底是什麼樣 那台灣的國民法官法又是怎麼樣子的一個細節呢 我們今天就先聊聊美國陪審團究竟是怎麼樣開始 以及它的制度是怎麼樣子 好那這勢必要從歷史層面開始來講 美國陪審團制度一開始是學習英國陪審團制度嘛 英國早在金雀花王朝來開國建國的這個年代的時候呢 就已經成立了 那個時候是由100位的居民 就是一個town 一個市區大概會有100位的公民嘛 那這100位的成年男子之中呢 我們會挑大概10個成年男子 在判決的時候呢 來當作一個見證者 或者是說參與討論的一個角色 那他後來就慢慢演變成為了陪審團這樣子的一個制度 那之所以會去成立呢 是因為金雀花王朝那時候不只是英格蘭 還有一些蘇格蘭的人民 愛爾蘭的人民 加上說整個王朝裡面 其實那個時候有政治聯姻這樣子的風氣 那政治聯姻這個東西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 哈布斯堡王朝 哈布斯堡王朝就是因為有非常多的 政治聯姻 所以他們創立了一個非常強大 非常強盛的歐洲的一個大陸的王朝 那這完全就是靠 夫與其之間的結合 所造就出來的產物嘛 那相對的在金雀花王朝這個年代的時候呢 藉由政治聯姻他們取得了 歐洲 尤其是法國的大面積的土地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啊 歐洲人有歐洲自己的文化 那海洋法系的英國也有海洋法系自己的文化 那當然蘇格蘭跟英格蘭之間 當然也會有自己的差別 從而呢我們才會有陪審團這樣子的制度產生 這個感覺有點像是傳統中華文化裡面的師爺 因為在以前縣長乃至於神長 基本上都是從外地派遣過來的嘛 因為皇上不太放心說 皇上不太放心說自己人去共管自己的地 那所以呢我們就會去叫師爺來去 來去做翻譯 來讓他們會自己比較懂得自己的法律嘛 本地人比較懂得自己的文化 那從而呢是也會擔任出陪審團的角色 有異曲同工之妙 那美國的話就比較不一樣了 美國的話他的陪審團制度是這麼來的 因為英國人他總是把北美的十三的殖民地 當作是一個殖民的角色嘛 所以在以前呢 英國人對於美國的控管比較嚴格 會去嚴格的去控管他們逃漏稅 那有一些逃漏稅的美國人就覺得很冤啊 那包括陪審團他們也會覺得很冤 為什麼呢 因為陪審團基本上都是由美國自己本土的人民所構成的 但是呢法官卻是由倫敦官方派遣過來的角色 那這就會產生一個衝突啊 就是法官想要治這些人 法官想要判這些逃漏稅的人有罪 但是本地的陪審團的人認為說 他們很窮啊很窮 而且還要被課這麼多的稅 快要病死了快要餓死了 沒有人去照顧他們 所以傾向判他們無罪 那那時候的英國國王看到這樣子判決不一致 就表示非常生氣啊 他就訂立出了一個新的法律 就是呢 從此以後北美十三殖民地再也沒有法 再也沒有陪審團這樣子的角色 一切的法律都是由法官來進行判決 那這就讓美國人民非常生氣啊 非常的 非常覺得不以為然啊 那當然在1776年獨立戰爭開打以後 乃至於建國以後 陪審團這樣子的制度就作為美國人叛逆的一個象徵 作為美國人權力的一個象徵 所保留至今 那其實這也有衍生一個問題啊 就是英國的制度是因為基於多元的文化 多元的民族所產生的 那美國的陪審團制度則是基於 對於公權力濫用的一個恐懼 所在所誕生的 那麼台灣呢 台灣的國民法官制度又是因何而誕生的呢 我想要詢問一下 陳法官 是 那個我們謝謝仲淵啊 仲淵在他的書上 彭埔正義對我們 陪審團美國陪審團制度 講得非常的深入這樣子 然後呢 台灣的台灣的國民法官制度呢 其實也是 其實很多想法也是從各國來的 那因為對於說 人民參與審判的這種聲音 其實然後也是一直一直有有在影響到在整個司法制度上面 然後所以也然後再從美國日本或韓國 或是像像像像德國 像美國的陪審團制度 那日本的陪審員制度 那他大那個德國的那個參選員的制度 然後所以呢 一般人民參與審判的部分 一直有 引起在司法制度上面的的想法 所以其實在在國民法官的想法上面的話 就一直其實已經有 其實長久來已經有一直在在想說 是不是要引進人民的聲音來去參與審判這樣子 那這時候可以可以說 可以讓民眾 然後那個讓社會各階層的人來參與審判 那這樣子的話 對裁判信賴度也是可以提高這樣子 所以當初 引進國民法官的主要目的是這樣子 那在國民法官上面的話 當然我們與跟美國的陪審團制度 是還是有點不同的 我們主要是參考日本的陪審員的制度這樣子 然後所以在我們在 可是在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又跟德國制的又不太一樣 參選制度 可是我們有參諸美國陪審團制度的一些精神 那基本上 我們的人員呢是職業法官的兩倍 就有六位的國民法官 然後三位的職業法官 然後再來呢 我們也採所謂的那個 起序狀一本主義 就是 起序狀一本主義呢 就是所謂的起序狀一本主義 就是說我們捐證不會送這樣子 就是 就是 基本上呢 捐證他不會並送 所以跟 有點類似像陪審團的制度 然後再來的時候呢 然後國民法官呢 他們要獲取那個捐證資料 然後要透過那個 簡便雙方呢 然後開示 所以這也類似像陪審團的 美國陪審團的制度 然後 還有就是說 國民法官中調查證據方式 那也是才那個 像美國陪審團制度 由當事人來去進行這樣子 由 簡便雙方 檢察官跟辯委來去進行 然後 所以呢 在 然後還有在國民法官選證上面的話 它不像那個 像該德國制的參選 參選人制度 它是由 它是由固定 然後年度來去選任 那我們也是由主案來去選任 那主案上面的話 也有在 在書上上提到的話 假如說你認為 國民法官不私任 或怎麼樣的話 那你一樣可以 有 有 有權力說 可以把它繼續他這個 國民法官部分 所以 也是類似像美國陪審團制度 可是呢 就是剛才有講到就是說 因為國民法官 他有 職業法官的參與 所以在事實上面的話 跟美國陪審團比較不一樣的就是 在陪審團 美國陪審團制度上面的話 事實是由陪審團來去參與 那法官基本上 他不會去參與事實的認定上面 可是在 我們台灣的國民法官制度上面 那會 那法官跟 那個 國民法官呢 會一起去認定 所謂的事實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在 良刑上面的話 那 一樣 在美國的話 在 由陪審團 制定 認定有罪 跟無罪 以後 然後 刑度的部分是由 法官來去做良刑上的 認定這樣子 可是 在我們台灣的話呢 那一樣是由 法官跟 那個 國民法官呢 一起去做良刑上的 決定 那 所謂的優缺點上面 獲取於 美國的陪審團制度 是否可以 我們台灣 為什麼不採用美國 他的陪審團制度 那陪審團 他 他有他的 剛才 中央又講到 美國的陪審團 有他的歷史 歷史的背景 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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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淵源 那 可是呢 他也是有很大的缺點在 第一個 他在成本上面 非常的 要很大的成本 那第二個就是說 在 在 假如說 因為他要一字絕 對不對 可是假如說 沒有一字絕的話 那要重新又再 再一次 所以在成本上面耗得很大 那所以 在每個國情上面的話 就是說 或許 我們採取的國民法官的制度的話 那 或許在 整個是在可能 我們 比較符合我們台灣的 目前的 整個運作上面的背景 這樣子 是 對 嗯 好像有人是說 之所以要 捐贈不並送 是因為說 怕這些 國民法官 畢竟 有些來自於 剛出社會的新鮮人 有些是 工程師 有些是醫生 大家都來自各自不同的家庭 那 有些人看到 因為國民法官大部分都是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才有國民法官法的適用 那 有些人可能會害怕說 看到這些殘肢斷壁 之後就會產生被告有罪的這個 這個有罪推定的第一印象 對 可是 可是他現在所謂的捐贈不並送 其實他有點類似就像在美國 就像跟美國陪審團的制度一樣 他所有的 捐贈上面的話 就是說 跟我們現在一般 職業法官在審理案件 是不一樣的 職業法官是 捐贈一起 將檢察官起訴以後 所有的捐贈就一起 送到我們的法院來 所謂捐贈並送 這所謂的捐贈並送是這樣子 那捐贈不並送就是變成說 這些捐贈資料在 沒有送到法院來 所以職業法官跟國民法官呢 他們組成的 這承判庭呢 他們在這時候呢 他們都不會看到所謂的捐贈 捐贈的部分的話呢 只有在檢察官跟辯護人上面 他們可以看到這樣子 那剛才有講到一個部分 就是說 關於或許比較血腥的部分 那當然會透 當然或是在簡便雙方 他們在提示的時候 當然這個部分可能將來 會特別透過一定的模式 或是說處理過 或是說怎麼樣的情況 來去給國民法官 呈現該國民法官看 可是假如說 你真的要看真實狀況的話 或許有時候還是會 呈現血腥的狀況 那盡量會再 有時候還是會透過一定的 處理的模式 不會造成他們的困擾 可是主要在捐贈並送上面的話 因為捐贈並送的有一個缺點 就是在職業法官上面的話 因為你可能就是覺得說 你可能有預斷的心態 因為所有的捐贈都先送過 對 對 那你不是一個空白的紙這樣子 那捐贈不並送 就的目的主要是這樣子 是 我們台灣相較於美國的陪審團制度 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我們除了良行 就是判決有罪無罪 是由國民法官來進行參與以外 良行也就是說 有可能判三年 有可能判五年 有可能判七年 有可能十年 則是由國民法官自己 加上法官本人來商討來去決定的 那這部分和美國的制度就不太一樣 為美國的良行制度通常都是由法官自己來決定的 還蠻有意思的是 這一點除了跟美國不一樣以外 我也有一個跟美國一樣的地方 在於說 美國在以前也就是 副總統柏爾判國案 這個要追溯到200多年前以前的判決了 那個時候其實陪審團是要負責去撰寫判決書了 這就跟 這有點在現在難以想像 因為 畢竟只有專業的一些法官 像是受過 正統法學培訓的陳法官才有辦法去撰寫這樣子 比較富有邏輯性 比較富有知識性的一個判決書 但是在以前其實是沒有這樣子做的 而是由 陪審團記憶去撰寫 當然在柏爾這個判決之後呢 因為柏爾他是作為一個副總統 他說話很有權威 他就在當場批評說 不應該由這些 像巴勞 不應該由這些 這些人來進行 這些人來進行撰寫 我可以撰寫出來的話 沒有精度沒有深度 所以從而以後的人們呢 包括我們現在台灣的國民法官的制度呢 都是由法官來進行撰寫 是 對所以在台灣上面的話 就是國民法官他們假如說 最後的判決的判決書 都是由結論出來以後 最後法官就是針對所有的結論來寫 撰寫判決書這樣子 國民法官基本上他們不用去撰寫這個判決書 對 謝謝